我熊哥走南闯北多年最后定居日服 用日本最擅长的香扑暴杀日本选手 上来第一位重量级修头职业哥 但讲到了我觉得现在职业已经满足不了熊哥 熊哥上来起步都是冠军 没有一个冠军的水准都不好让熊哥施展他独特的智商技巧 上来先凹一手 斗士已经不多了 我感觉已经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来香扑布中角 然后再改个买列 倒地空调落地 下段起手一屁股坐下来 直接蹦上墙来了 这里已经到斩杀线了 绿冲重臣加个白裂 给个魔力接K裂 游戏结束 好 这上来有点快 对吧 什么职业 职业在这些智商的循环面前 他也未必能够体现出他职业的作用来 这时候就必须引用大熊的一句名言 能用运气解决问题干嘛非得靠智商呢 对不对 把脑子放空 打游戏一定要开心 你看现在他就很开心 但是我觉得他的对手就未必这么开心 你屁股下来再一个门 好 重脚再上天 难道说势必过三 这 不愧是你好 书头这边找到反击的机会 好 我这边终于可以出了个门了 起身 直接SA1防住 那这波还要吃个缺反 这里书头要怎么做 哇 直接清空自己的斗器 然后再交一个SA 把自己的一个斗器 跟对手的斗器同时进入白刃战 这个 我觉得熊哥这边手上有个SA1 将会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笔 这个白刃战上面 我熊哥不输任何人好吧 没有斗器才是最猛的 哎呦 我只能说修斗很直 他好像直了 我只能说你先别直 虽然你是职业 但你有时候也 也总得输给熊哥两把 你这不输是不正常的 熊哥上来就这么暴力的吗 欺负别人没有生龙是吧 我觉得 这个老哥差不多了 该按金房了 再不按金房 就用自己的生龙试了一万次 已经半管血都试没了 现在突然想起来自己要按蓝房 OK 没问题 悬崖勒马回头是按对吧 现在想开还来的 这个金房秀人准了 毕竟是1800的高手 来丢个炮 打一个强功 好 熊哥说没有强功 他这个又是不给存在强功的 你只要敢攻我 我就是一个凹 我会用最简单的方法 给你来解决这些问题 不管你怎么过来 我都是一个SA 要么就是一个金头锤 追踪过来 中断防住 哎呀 防住中断以后再凹一个 变换节奏的凹 你想清空我斗吃吗 你看我斗吃不多 对吧 你想压对吧 你先看一下自己的水量 注意一下细节 千万不能急 你急就没 来中断防完 直接指令头 一点反应都没有了 再屁股下来 好中断 略冲过来 下段 这准备纹丝不动 很耐心 感觉到熊哥那边不会投 是不是 那我熊哥那边 还是一模一样的打法 要死 所有的进攻路数 一定要重复个三遍才行 如果不重复三遍的话 那根本就不是熊哥的作风 来了 这边大家打白人战 怎么打 我就想知道你怎么打 活活作死 只能说这个世界很残酷 有些没有生龙的角色 他一旦把自己的斗吃清空 那面对本田的这个屁股过来 他只能防 上初那个生龙都好难出 来了 现在到了莉莉 莉莉也是高手1902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分数到不了的 来 这上来就一屁股命中 然后忠诚加上一个指令头 莉莉这怎么说 想偷一个中断 莉莉这边轻拳截了 又一个生龙截停一个头锤 有反应 我只能说 面对这个百列 突然愣住了 这大熊没有斗吃 打的比又有斗吃的海熊 我现在看到莉莉斗吃全版 但他不知道该干什么 没有什么招 可以就 感觉自己很帅 一个蹦上墙 这个剧本写好了 结果突然两手一推 人美了 熊哥总能在最危难的关头 做出最简单的抉择 我只能说 起身戳个AC嘛 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 换谁都可以 也没问题的 来这里 续封 全给你确认了 都是高手 但莉莉这个角色 他对于生龙真的很依赖 如果你的生龙对空做的不好 你就发现莉莉的角色是没法玩的 来了 熊哥那边 直接给SA 要开始骗了 骗 骗不到 对手这边全部用生龙确认 根本不按蓝防 这就是高手 他对于自己的一个确认很有行情 指定头 罗下来 最后一刀绿冲过去 中拳直接蹦 哎呀 想了蹦 哇呀 好家伙 在熊哥面前都不敢抢招 一抢招人就突然消失 你可能会好奇 那些没有抢招的对准们 那熊哥死了呗 还没怎么地 好 那现在到了下一个 还是阿鬼 我觉得阿鬼这个对击 碰到本田还挺难受的 他这个角色对空不好对呀 游戏面对这个屁股 一旦倒地 那熊哥就无脑的就屁股往前坐是吧 你看 就等对手一只金房按错为止 来了 再给一个SA 这下起身都不用想了一下 直接屁股顶过去就完事了呀 只要对手一个金房没有防盗 那我就重复这个环节 他防盗了 那就给他打一套又不痛 对不对 这金房以后的修正这么大 上去血都不掉了 来 连续两个屁股飞过去 哇 上来就直接暴胜一 你这种作风 我很欣赏 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讲 这这并不科学 但是从对手的角度来讲 对手这边现在头很痛 我只能说 这个阿鬼 已经彻底失去理智了 他说我今天达到1900分 在全世界都能进1000强 然后在一个本田重复的招式面前 我好像显得跟个弱智似的 这就是挖空脑子的战斗方式了 太可怕了 来了 还是急不停的坐过来 他终于斗翅毁满了 他也没了 可怕 都说春莉的力回很强 对吧 春莉力回是强啊 但是你首先得有力回这个环节 在我熊哥的对战当中是没有这个环节的 不存在的 就是近身肉搏 搏完了以后快速的精神还是近身肉搏 这个没有中距离这个战斗之说的 现在这个春莉就在想 如果我不能够挡住这一波 我到底该怎么办 哇呀 这个屁股挡不完累啊兄弟 这边突然又掏了个下盘 看到绿冲过来春莉一慌啊 有可能会是指定头啊怎么办啊 人一冻死了 现在本田那个绿冲过来的下段加强过以后 感觉给了熊哥更多责任的方法 这时候那边满脑子都在想着 他的屁股该怎么办的时候 突然间脚往下一掏 有了 我怎么这么说 哇 上来剩一波再给AC 真的是一点都不给自己溜于地的吗 大哥你这边 哦呦这里要换边了 看下春莉这边怎么办 你直接按碰嘛 有点舍不得对不对 好还是金房打一套 你看痛吗 根本不痛对不对 无所谓的 好再头一个下段 好再欧帝波加增 好再打拆 有东西 有做法 接下来一直在想 熊哥什么时候会熬 这边不敢直接崩 好那你犹豫了 犹豫完了 我熊哥这边都是全满了 全满以后怎么说 绿琼过来再做一个换边 怎么来 两个波 一顶 啊呀 刚刚一个前前又吃 啊又吃 还 好好好 就没有第三招了 好 还有高手 世界排名395 宗师级别的老登 老登这个赛季调节还挺多的 相当于说要换一个玩法 跟以前肯定是有区别的 哦 这熊哥开始行动起来了 直接一个恶狐扑石 再扑一个 我这什么 这招我都没这么见过啊 我几乎没有见到我本天按那个键的 来 我想要直接蹦 这里没蹦到 被对手投回来 再投一个 老登这边怎么说 你想直接投到死吗 我熊哥不答应了啊 你再投下去我熊哥真不答应了啊 哎呀 你这里想干什么 你手伸出来在做什么事情啊 我一看到那个蹦啊 我就知道这兄弟坏了 对吧 他可能不太了解 虽然本天那个角色 他没有什么很好用的 这个凹的无敌架 但是跟SA1 做熊哥最后的救命稻草 扭转乾坤全看这一击 对吧 还跳过去了 好 这屁股居然还能做得到 这个屁股的判定有点大的吧 啊 这是因为找痴症了吗 所以这个攻击判定 有了相对的延伸啊 后屁股后面这么多的 这里都能做得到 哎 熊哥 后跳 前跳我又来了 我又走了 哇 再一屁股再来 老德表示我再也受不了了 终于贪手了 这时候贪手给自己一些 缓解压力的机会 这一波的话 打过来熊哥这边斗吃要回满 有点时间 看一下怎么来打 哎呀 根本不打啊 没有什么挡的这个环节来了 经典的SA1 以后再骗一手 人没了 哇 这个对决有点吓人啊 桑战伏板桥 好好好 板桥也上直颈了是吧 来蓝房 下中拳这边 绿冲前中角再给一套 哦呦 所以讲到的压力还挺大的 板桥老桑很吓人 再加上现在这个版本 老桑他更吓人哪 再一个跳中拳绿冲过来 指定头没有报到 熊哥有智慧了 啊 这里 哇 第二时间反应还来得及抓 有点吓人 现在神哥那边 绿冲的中拳直接接一个蹦 要怎么做 白裂打完 SA1 再突然一屁股下去了 这延迟出的正好打在一个拆头上面 啊 气光是点中 最后啊 一来了就不管了 有什么干什么了 最后已经不想再想太多了 这板桥可能还在思考啊 用他那个早稻田大学毕业的大脑飞速的运转啊 结果对手这边就直接扑过来了 好保调的 哇 上来一个头锤 堵中了 再一个不能上 没上到墙 问题不大 只要接近板边就行了 SA1直接就给 有多少打多少 一点都不剩呢 家里没有余粮了 朋友 地主家彻底空了 最后一次的斗志 拼一枪 哇他真拼了 他选择屁股座 看出来了 还来继续坐 哇在这里 板桥那边他说表示这个对抗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这个下中调没中 直接一屁股上天了 还有一个SA1 怎么说 哇中拳直接摸了压起身呢 板桥在一阵慌乱之中啊 也随之陨落的 还下一位慢农啊 都是属于重量值的 这种指定投射的角色 我觉得慢农更痛苦啊 他怎么来对这个屁股啊 好难啊 他那边直接上来就把自己的投射交光了 全部交反击了 真的不想给本田摸一下是吧 来了 本田直接开始智商测验 中拳猛暗 猛暗暗暗完以后晒个太阳 这边先给对手来上一套 那这边应该是打不痛的 看一下接下来后续的一个责吧 哇这里还要交斗持续 有这个必要吗 但这熊哥毕竟不用脑子 在他这边应该是不需要考虑 有没有必要这件事情 不需要从合理的角度去看 只要看他这个冲的够凶就行 好了这老哥 老哥还不是打的缺反抗 他不拉防了已经不设防了 不想再防了 防不住了 逐渐的就放下了 对于这个游戏的胜利的执念 一点点就归零了 来上来就一屁股 中拳绿冲确认刀凤 那接下来请你去板边坐一坐 闻一闻我屁股的味道 可香 SA 打完以后 还是一屁股下来 中拳不完 一屁股下来 直接给你斗士清空了 现在麦龙这边已经不想玩了 我看出来他真的不想玩了 打到就有点想要汽油的意思了 SA 推下去了 再屁股就去做宝 哦 凹了 但是没有用 还是一屁股 绿冲一个中拳打一个缺反 有点丑陋 但问题不大了 这些SA凹不到的 好 再给到对手一个机会 一定要把这个剧情弄的扑朔比例一点 是吧 好了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